我经常说柯文哲是一个不可信的政治人物 因为不确定性太高 经常变来变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新上阵新形势新进和 然后就要看新龙头韩国瑜 如何在过年期间 能够避免所谓蓝绿白三者之间的角力 就要看韩国瑜有没有这个本事 确确的说了 韩国瑜只要在第一天 能够摆平所谓立院开议的问题 还有优先法案的审查 他就算是打工完成 如果第一天弄到破局的地步 我相信韩国瑜未来四年 没有好日子可以过 因为好的 好的事情是成功的一半 如果第一场处女秀 第一场秀 韩国瑜做不好 未来四年 大概会在争吵中度过 我们先说韩国瑜 这一次跟江启城立院的正负龙头之战 可以说是赢得非常的惊险 因为幕后是金陶海道 这些我都讲过了 我说蓝 蓝绿白 尤其绿白之间有三个重要的沟通管道 现在终于一一浮现 各位可以去看 韩国瑜真的是赢得惊险 稍有不胜的话 可能立院龙头的宝庄 就会到 谁的手上 就会到民众党黄珊珊手上 只不过是柯总招 柯总招 柯总招在最后一刻 帮赖清德踩了刹车 认为投黄珊珊的话 民进党干脆写三算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韩国瑜的赢 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实力 这个就不用讲了 五十四票 一票不跑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双科暗中帮了倒忙 所谓帮了倒忙 就是说我们看 绿白之间的咕咕哒哒哒 到了今天他还说不清楚 就是绿白之间 究竟要不要让韩国瑜上任 或者让韩国瑜当选 双方的脚逼 竞争不断 到了1月31号晚上 是柯文哲定调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不能支持游锡坤 因为支持游锡坤 我拿到一个副手 那请问 黄国昌跟柯文哲他们讲的 我只提名所谓的龙头 而留下的副手 供你参考的时候 那这个原则 如果守不住的话 白银绝对完蛋 那绿云的坚持 就是说我的大党 怎么可能投你这个小党 这些绿白之间 就跟当年蓝白之间一样 侯友宜认为他是大党出身 柯文哲只能当副的 那柯文哲 他一直希望要当正的时候 当然是破局 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立院已经进入到一个新 新的形式 新的信和状态 因为这两党都不可信 所谓不可信 跟你谈好的协议 跟你谈好的协议 我坦白说 对柯文哲而言 谈的任何的协议 纵然白纸黑字 签了字 他也会翻盘 他翻盘的原因 我要去找共识决 身为党主席 还要共识决 那韩国瑜 可不可以学学柯文哲 我们今天不要吵了 我们寻求共识决 身为主席 你总要一个决断 但是柯文哲经常用这种方式 你搞到最后 都把自己都给搞 搞臭了 然后事后讲了一大堆的理由 那些通通都不是理由 柯文哲是当场签字 可以回去 16个小时不到 就马上翻盘 然后就故意找 正负误差6% 3%是让6%还是3%等等 1.5% 在那边用技术性的方式干扰 这个是柯文哲的德性 我经常说柯文哲是一个不可信的政治人物 因为不确定性太高 经常变来变去 那民进党的不可信呢 是进两步退一步 就是冲突妥协再进步 这个就是民主进步党经常惯用的招式 事实上这两党的人我认识很多 但是就是说我们不谈这两党内部的家务物质 就是说韩国瑜上任的第一天 他面临的心情是 新进和 他也是新上任 三个心 他要如何从三心 转回所谓的恶意 那这恶意呢 就是两大党对一个小党 就是说如何适度尊重民众党 由两大党他负责协商 很多的案子 由这个小党去发挥关键的力量 这个是韩国瑜他应该做的 那现在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小党拼命提议案的话 他怎么处理 我可以告诉各位 民众党大概会用所谓的法案战术 去淹没 利润 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凸显自己 他才能够要求更多的协商机会 那偏偏两大党会不会让 不晓得 这个就要看韩国瑜的手腕 那现在的两大党 他很不爽这个白银的真正的原因 白银要的太多 你尤其是经过这次什么 电话门 龙头门 罗森门 统统不管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但是两党现在是质疑白银 就是说对白银没有信任感 那未来各个 八个委员会的招委 招委八个委员会的招委 蓝银跟白银 蓝银跟绿银 如果不甩白银的话 那你看着好了 立愿以后将有无名 这个是已经看得到的结果 所以韩国瑜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手腕 去把新形势 新进和 新上任 新议题 全部都抓在自己的手上 你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去 协商出一个结果 这个是考验 韩国瑜的政治智慧 这本就有没有 就有什么意思了 这个是怎么办 你们看着会 回头 什么时候 我们就要帮助 有什么型的手上去